在继高超音速武器之后 西方媒体热炒中国的激光武器 高媒称 作为定向能武器的激光武器 是中国推动军事技术和现代化的一部分 从低功率的战术射数发射器 到战略高能激光武器系统 中国军有射击 近年来 中国公开披露了一些战术激光武器 一 跌空卫士 这是由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研发的激光武器 功率1万瓦 是专门针对拦截低小慢飞行器研制 试验中成功率100% 低空卫士使用的不可见光波段 实际操作中 目标同场是突然起火坠毁 伤敌于无形 二 寂静狩猎者 在2016年一次大型会议期间 寂静狩猎者部署成为防空系统的一部分 该激光武器主要拦截无人机 功率3万瓦 射程可达4公里 在1公里距离可以击穿5毫米的钢板 6秒内能够完成目标的锁定和打击 三 国荣一号反无人机激光系统 这是短距地对空激光武器系统 具有探测雷达 电光干涉装置和大功率激光弹射器 可以在数百米远的距离内击落无人机 媒体报道 该系统由国荣科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等单位联合开发 4 光盾综合光电防御系统 这是中国电科集团开发的车载式激光武器系统 集成了雷达 光电 电子站等系统 拥有单车雷达搜索 光电瞄准 激光攻击等性能 因为是车载式 具备部署机动灵活 攻击快速特点 主要用于拦截来袭的飞机 车辆的电光盒或发射器 或导弹的光学引导系统 5 四种单兵激光武器 中国还开发多款单兵激光武器 近距离制盲敌人 并能够破坏敌方夜视系统 官方媒体披露了四种类型的激光枪 905激光炫目武器 WGG-2002激光枪 PY-132A 制盲激光武器 和PY-131A 制盲激光武器 不过 上述八种激光武器都是战术上的应用 相对于美军公开的同类型武器 并非全球最为先进的产品 对于西方来说 上述的八种公开的战术激光武器 都侧重于防卫 并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他们最关心的是神秘的死光A 重型战略激光武器系统 媒体报道称 这款武器主要用于战时摧毁敌方的战略目标 如空间站 卫星 弹道导弹以及核潜艇 试验结果证明 死光A从发现锁定目标 到摧毁击敌核潜艇 总计只需2.5秒 外媒今日披露出一个大消息 俄罗斯罕见开口 向中国界辽宁号训练 详情请关注一号哨所微信公众号 回复俄罗斯了解详情